误会真的挺深的 这个先不说爱情不爱情 你们至少是一个房东跟住客的关系 台头不见低头见 这闹成这样也没法聊天啊 而且你也是个晚飞是吧 对啊 太不要脸了 阿姨他对我误会一直都挺深的 而且他有的时候也不太接受我的意见 或者是我所解释那些 他好像就是完全也听不进去 行吧 我来帮你 来来来吧 来来来 不就找个台阶下吗 我给你一台阶 你刚才放弃了一个机会 你知道 在众目睽睽之下 你应该给人家一台阶下 来 站中间 他就是有那个心机 全都用在我儿子身上了 你们对这个女孩印象怎么样啊 虽然说今天你很会挑衣服 展示了你修长的美腿和凹凸有致的身材 但是整体来讲 这个品位是不高的 对一个女生来说 其实上台的话 她可能可以穿成这样光鲜亮丽 但是她今天知道她面对的人是谁 因为在爱的面前 她希望打造出来是一个服装贤惠的 这样的话看起来干干净的女生 总比一个花枝招展的人 更让一个长辈如意接受 对呀 对呀 这位妆啊 可不可以是大家看的呀 她就是没有为了大家看 她只是给阿姨您看 阿姨您觉得舒服就行 你先简单地叙述一下 您和她儿子之间的关系 就是简单地说 我住了阿姨家的房子 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不懂的 坏了或干嘛的话 我说阿姨 这个东西坏了怎么怎么样 她总让我就是 那也就找我儿子吧 就这么一来二去的 就是也不是说什么经常坏 坏了一次两次找了一下 而来之后我开门做饭 后来我就说 女孩子家家里开着门 什么意思呀 这个事呢 就是说女孩子嘛 一都是喜欢干净 就比如说一天不在家了 我们开个门通通风 这是很正常的对吧 而且我们家洗衣机 我们家洗衣有滚中洗衣机 什么洗 她用手洗 她不是就让我儿子看见吗 这个倒不是 我认为有些衣服 就是说一件两件的 办不上去又洗衣机 而且怎么就都就是 精打泄散一下 省电 省电省水吧 你用手洗的干净吧 你两件衣服 你可能去 省洗衣服 所以这点电量水 什么的都算你 这位美女 你省了点水电钱 你还不如租一个普通的小区 你这点水电钱之前 还是这房租之前呢 我认为住什么样的环境 就熏陶什么样的人 住在这样的小区 能让我有上纪心 就压得边凤凤吗 你就是攀高枝来了 你这么节点 还住这么高档的小区 哎呀这怎么叫攀高枝呢 我有点上纪心 难道有错吗 我儿子是一个学生 对你来说 就跟一个小学生一样 好骗呀 他单纯呀 阿姨 麻烦您说话 注意一下您的言辞好吧 什么叫骗呀 我说的都是事实呀 没错呀 我没有骗你儿子任何东西 首先我没有骗他 那你干嘛 控制我儿子的钱呀 阿姨 我没有控制你儿子的钱 我只是 我只是让他就是 知道什么时候该花 什么时候不该花 这女孩我现在劝你 就是什么 是你以为现在自己很成功 抓住了她的儿子 也抓住了她的家产 但事实上你什么都没有抓住 我跟你说 你想想 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 它是两家人的事 跟这样一位 是你为粪土的婆婆 在一起相处 你的日子怎么过 我跟你说 你是一个自立的人 你是一个有志向的人 你不认为那是攀高枝 你说我这是上纪心 一个有上纪心的人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头顶削尖了 到一个那么不欢迎自己的家庭当中去 人活一口气 所以这是从今天来的目的 你干嘛要 非得就往人身上贴呢 人家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你 她没有结果 我觉得她真心相爱 她可以为了她儿子受到这些委屈 什么真心相爱呀 你看自己的未来婆婆 这样对待自己 我就应该高傲的转身离去 如果说她这边 能够把自己搞清楚 她儿子有的是选择 她现在是拼命抓牢 她儿子不放好吗 这个我没有去向她亲 就是主动向她儿子去献媚 是她儿子主动过来追我的 智琳讲 是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她 你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一个女孩 我觉得是 我要戴一个富人的一个假包 你就觉得是真的 智琳讲 咱不能用咱自己的理想去强加于别人 我觉得 你这是戴有色眼镜去看她 不然谁是一个女孩子平平 在家待一个都非要 她没想那么多 她就是这么神经这么大条的一个人 因为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她 富人拎个假包 你都认为那是真的 穷人拎个真包 你都认为那是假的 因为你觉得她出生不好 她做什么都是错的 而且这些 她是嫁与不嫁 她损失的也不是您的家 那您为什么要戴有色眼镜去看待她 这不可以有色眼镜 你就是真实的分析 你就觉得 你也没嘴 你为什么要戴着她是不好的 我告诉你 不仅我会这么想 这个男孩整个家族 他的所有亲人朋友都会这样想 你常年累月 在这样的眼光下生活 你觉得你会戏 归根结底就是四点 第一点 他是农村的 第二点 是年龄问题 他大年儿子六岁 第三点 就是因为他出身不好 因为他穷没有您家有钱 第四 总结了一句话 穷人自己奋斗有错吗 这个是没错 自己赚钱 自己工作 这样的努力 叫什么攀高枝 这样有错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误区 母亲反对自己儿子 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 直接找这个女人谈是错误的 要谈跟自己儿子谈 管好自己的家事 再来找别人谈 我跟孩子谈 是无结果的 我才去找她 所以说啊 您能自己 您养了几十年的儿子 您自个儿都管不住 你还说别人什么呢 你自己儿子都管不住 你不很失败吗 母亲希望儿子能幸福生活 孟陌深爱自己的男友 都有说得清的道理 那么 纠结在母亲与恋人中间的尴尬男人毛毛 会出现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吗 他儿子跟你提获出国留学的事吗 嗯 说过一句 说句实话 就是想跟他在北京踏踏实实的生活 就是因为爱不想他远走高飞 是不是有点怕他要是出去了 在外面有了别的情感了 不跟你在一起 有这样的担忧吗 有这样的担忧 今天为什么是你一个人来的 这件事是阿姨针对我的 她总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女孩子 所以我想利用今天的机会 就是说向阿姨 把这个误会解开了 不想把那个毛毛牵扯进来 今天来我希望阿姨您不要生气 我们心平气和地把这个误会解释开了 我知道我的出身不高 我也比毛毛大了六岁 但是我希望阿姨您能理解我一下 我是真心喜欢毛毛的 我虽然出身的身份不高 但是我是靠着自己来养活自己的 我就能买一分钱 都是我脚踏实地赚来的 我没有去偷 没有去抢 我没有去坑 也没有去骗 我能自己更生 我有自己的存款 阿姨 希望你能接受我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说 你不要用那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 我希望你能 你能让我和毛毛继续走下去 你能让我和毛毛继续一直在一起 毛毛没有到来节目现场的情况下 孟诺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哦 我不期望今天会有一个结果 但我期待 是一场真正的有尊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姐的告白时间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姑娘 其实你在将往半年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我也一直在观察你 你在北京这么大天 我知道你也不容易 我儿子也有我儿子的不义 你们都能互相理解 你是我一个当妈的 你们能理解我吗 谁能理解我吗 我跟叔叔打拼二十多年了 我们没有文化 没有知识 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 就想到以后有个好前程 他现在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们想让他去中国留学 回来之后呢 他能有一份好工作 所以呢 我今天来就是 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 我只想跟你说 放我儿子吧 让他生活 阿姨 站立就是阿姨求求你了 好吗 放手吧 我知道你和叔叔 挣钱不容易 所以 我才不会让毛毛花钱 那么大手大脚的 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个现场 我就是想让你 别像以前那样误会我 希望 你能答应我跟毛毛 继续能走下去 我是 我是出身不高贵 但是我会 一步一个 一步一个小月的 他的事实地走下去 如果 如果您说 您怕我图你们家的财产 你可以去公正 我们结婚了之后 不会自己货 不会新手 向您要一分钱的 阿姨 我是真的爱毛毛的 您要让我们继续在一起吗 家里 阿姨今天来到这儿 当了这么多朋友 就一天 我求你 放手忙忙让他出国留学 两年之后 他等他回来 如果你们要是真感情 你等他 你们是真的 我绝对不阻拦你们 而且在这两年当中 你们要跟他联系 让他安心学习 等他回来 你们如果再一起结婚 阿姨绝对不会阻拦你们的 家里 就等阿姨求你了 家里 阿姨求求你 好吧 你一定先当办的 先好吧 你不是爱 爱毛毛的吗 家里 我答应你 亲爱的 出国留学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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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也不容易 要还是什么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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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也不容易 你拥有